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做短期出家 活动圆满结束后 却不想还俗 大师傅问说 想学习法圣法门吗? 你们想学吗? 如果想就要勇敢 勇敢地以自己的生命做赌注 这就是今晚小主题的意思 只如想学习法圣法门 就要勇敢地以自己的生命做赌注 觉着想知道 想学习 想明误 想脱苦 看看大师傅一下子就出家了三十年啊 真的要有这个目标 各位 才能终生出家 若心里没有这个目标 就不能出家得很久 我们需要有这个目标 因为每天都会遇上障碍 外在的障碍 不算太大 内心的障碍才是让我们死去减定心 师傅有了这个目标 才能出家到现在 若生命有目标 为依靠 障碍会变成小事 下午大师傅到国际法森堂 少了一个字 堂 来参加三辽会议 分发保护世界的金佛牌 给室内的常驻法师和八戒男 八戒女 今天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 有恐吓的消息 出来说 将会在某一时间 炸坏大师傅的车子 哦 又来了 恐吓事件 东哥哥和松鹏哥哥讲说 警察长官亲自来检查和捍卫安全 虽然他的个子有点发福 却能快速行动 灵巧地爬进车子下面躺着检查 这件事需要注意的是 照顾好自己的心情 可能是一种心理战 也要注意小心各地有怪物的可能性 嗯 虽然这件事看起来有点负面的思考 但小心使得万年存最好 要小心和不放异 嗯 嗯 1999年呢 各位 真的 发生很多事哦 在那年 本来也以为 也以为 1999年已经很严重了 不过 那时候奶奶说 未来更严重 供给法神士的事件 所以 奶奶说到时候大家要 呃 留在大师傅的这一方哦 不要以气大师傅 呃 大家以气吗 哈哈哈哈 不以气哦 不离开大师傅 呃 隆必补充一下昨晚啊 昨晚我们有谈到 供得一 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供养 啊 即是节与安居后的一个月内 原因是为了让时间不超过后安居的法师 圆满结束与安居 啊 圆满结束与安居 是这样 各位大德 呃 意思是 有些事愿 呃 有后安居的法师 平常啊 我们 于安居过后一个月 呃 像今年啊 今年 入于安居是 7月14号 10月10号是解 于安居日 然后一个月内 呃 节于安居日 后 一个月内就期限是到 11月8号 呃 又在 从10月10号到11月8号 这段时间呢 一个月的时间 呃 完成 完善 供养 供得一 呃 原因是这样 呃 意思是 有些事愿有后安居的法师 呃 因为忙碌持了一个月 节于安居 节于安居 进入于安居 所以为了安居满三个月 节于安居后还需要继续安居一个月 才能离开那所事愿去红法 因此 供养 供养 供得一的限制时间 就规定不超过 节于安居 后一个月内完成供养 呃 大家 懂哦 就是 就是 本来 前安居是在 7月14号 但是有些法师 蒙昂 是在 正经年呢 呃 呃 就演后一个月 到8月12号 使开四路 于安居 或者 姐 于安居 呃 所以 呃 因为 蜒 蜒 就是要 蜒 比较少许一点 呃 呃 结束于安居 就才到11月8号才结束 所以 这一个月的 呃 时间啊 供养时间是 呃 是这么来的 各位 是跟后安居有关 后于安居 啊 今天跟各位 呃 讲解 有关 供供养 供得一的 特殊功德利益 各位 今天是第一集 哈哈 哈哈哈哈 呃 供养功德义的 特殊功德利益 第一 大家认真参与供养功德义的功德 将让每位功德主的心 非常透亮 如同 此功德 瞬间啊 点亮了 功德主的心灵 冰 哦 哦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 有绿色心的人 如同内心 被 啊 离青 保住 离青是做 做路面 各位 黑色啊 黏黏的 叫做离青 s 对 法音对吗 令他感觉 年年不舒服的 和忧心啊 啊 就是有 吝啬心的人 会感觉 不舒服 担心 这担心啊 患 患 患得 患思的 怕自己的财富减少 啊 又怕财富被花光 也怕自己不再富裕 而担心 未来吃不饱 啊 以及 被别人责怪 哎呦 我供养了 会不会 被某某人怪我呢 呃 在 蚊上旁边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得爱人 他会怪我吗 种种 忧虑 是原本 透令的心啊 变得 混沙 如同 满身 都是 思思 年年的 悍水死 会令人 感觉身体 不舒服 不清爽 而 烦闷 不乐 啊 这是 令射心 但是 有谁 供养了 功德医 就能让 包 啊 包住内心的 离青啊 刹那间啊 去除掉 冰 啊 去除他 使内心 顿时非常的 透亮 啊 当心 透亮后 功德主的心 会 很舒服 那是 难以形容的 喜 喜感 喜悦感 非常快乐 法喜 一法喜 再法喜 心中全然 无 挂爱 对每一件事 都感到 开心 法喜 可说是 内心 无私 好吝啬的人 心中 充满着喜乐 带着快乐 直到命中的各位 所以 透亮的心 很重要 各位 那要顿时 啊 心灵被点亮啊 这是 功德义的功德 可以顿时点亮各位的心 第二 的特殊功德利益 大家认真参与供养功德义的功德 将让每位功德主的戒律顿时自动请进 啊 怎么说呢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供养功德义的功德 让功德主的心非常透亮 使大家啊 得到比一般的快乐更快乐 不需要有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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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才能快乐 啊 况且 去偷或请别人的所爱 或快乐到 只想 将心安放在体内地区中心处 完全不想欺骗他人或说谎 很好啊 这拳 这拳 只因为内心非常清静和透亮 将让每位功德义的功德主 能自愿持戒 开心快乐和发喜的持戒 一点也没受逼迫而自动持戒 当每位功德义的功德主 有一颗非常透亮的心之石啊 过去是所犯的错 挺好啊 所造下的恶业 就没有机会来报应 比如说 假设我们在过去是曾经杀生做菜肴 一旦杀生后 那些业障就被设定为生命蓝图 时时等着机会来报应 不过我们供养了功德义 功德义的功德正能量将流传过来 连接功德主体内的中心处 马上发亮起来 使自己的过去是曾经造作的杀生业 没有机会来报应 这么好 此外 大家认真参与供养功德义的功德 也能消清我们过去是所有的业障 不论是中业、情业、有意的业或无意的业 都能使中业变成情业 情业被处尽 让凶恶的化成吉利 更重要的是各位 大家 越尽心尽力 开心发喜的供养功德义 内心所产生的清净和光量越多 使功德更容易和不可思议的回报 好吗? 还有很多 补充补充 送给各位 第三 大家认真参与供养功德义的功德 将让各位更健康长寿 或如果正在承受着过去式的业障 在报应 使自己患重病或情病 此功德义的功德 将能消清该病的业障 重病就会变成情病 情病就能早日痊愈 或把凶恶的化成吉利 此功德还能减轻病人的病痛 或完全没感到身心正在承受病痛的干扰与痛苦 改善了病人的气色 身心面目有光泽 精神清爽 看来是发喜充满的样子 看来不像病人 此外 不像病人的健康齐全 更英俊 美丽和庄严相貌 可说是供养功德义的功德 能让每位功德主 健康长寿 精神饱满 庄严美丽 三 四 四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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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五 五 五